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夏明说,习近平在玩冷暴力 张家敦对美国高官朝拜式的访问中国颇有微词 邓玉文说,习近平为何缺席G20 VOA扬名 美中两国关系目前正处于40多年来的低谷 双方在国家安全、经贸、台湾、人权、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分歧 尽管今年6月以来,美国四位高官相继访问北京 试图修补双方关系,防止其继续成螺旋式下滑 但是两国关系似乎并没有实质和太大的改善 习近平不出席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峰会 让外界主目的败习会成为泡影 在失去美中最高层领导人面对面会晤改善双边关系机会之际 习近平大搞民间外交 既往于民间力量能对推动中美关系缓和发挥作用和影响 大搞民间外交 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31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9日赴姓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感谢史迪威将军及家族几代人同中国的友好交往 称赞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曾经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曾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 与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 曾协助中国训练远征军开辟驼航线 为抗日的国军供应军需装备 史迪威将军一生中曾五次来中国 累计共生活了12年 这是习近平在美中官方关系交恶 陷入几十年来低谷之际再次高调打民间外交牌的最新动态 今年稍早的7月20日 习近平高调进行了另外一场民间外交活动 在北京会见了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习近平希望基辛格和美国有识之士 继续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那次会见一个多月前的6月16日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比尔·盖茨 习近平称赞盖茨在中国发展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除了会见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政界 商界名人以外 习近平还在今年8月22复兴美国华盛顿州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 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习近平说 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民间外交在美中两国关系交往和发展中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氛围下 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当其冲的当属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 岁月流逝 昔日中美两国关系破冰之旅的乒乓外交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国家 由于在高科技 经贸 人权 南中国海主权 以及台湾等问题上的争议 目前的紧张关系已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作秀远大于实效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在美中关系紧张的今天 习近平想通过沿用毛泽东当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乒乓外交 向国内国际放出点声音来 不过 夏明教授指出 中国通过这种所谓的统战方法 民间外交 或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 来向世界传递出某种信息 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很多人在美国是没有影响力的 他说 基辛格这位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前国务卿 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一个前客 在美国恐怕没有什么信誉度 充其量 美国国务院可能会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 夏明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他不懂美国外交决策的正常程序 同时他不懂美国选民对中国的仇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搞这种统一战线的外交 老朋友外交 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做给中国人民自己看 好像我们还是有所作为 我们还在积极展开外交 但是西方国家这些有名的人物 有地位的人物 比如史迪威将军的后人 其实在美国 跟中国的红二代 红三代 是没有可比性的 即使是罗斯福总统的后人 对美国的政治 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他做这些东西 其实一方面是自己有点面子 第二 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看 好像我在全世界还有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种事被公办的自我安慰 夏明说 习近平的民间外交 是在向美国油爆琵琶半遮面 再玩冷暴力 但同时 在外交节节失败 到处碰壁的时候 他也想向美国传递某种温情的信息 放软身段 搞一些魅力外交 空谈的民间外交 美国专栏作家 美中关系专家张家敦博士表示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拜登总统正在采取措施 捍卫美国经济 并捍卫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但是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 因此想要用民间外交削弱美国 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试图确保民间外交 妨碍我们的防御措施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 习近平不会改变他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美国有很大的偏见 在他改变之前 所有这些民间外交都只是空谈 张家敦说 当前中美之间存在根本分歧 中国想要分裂邻国 想进攻台湾 想从日本和菲律宾夺取岛屿 支持朝鲜 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是分泰尼团伙的幕后黑手 他说 这些根本分歧 是民间外交无法解决的 只有中国停止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习近平利用民间外交 向世界传递声音之际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 9月4日 表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于9月9日至10日 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这证实了路透社上周的报道 习近平将缺席G20峰会 这是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 第一次缺席 习近平为何缺席G20 旅居美国新泽西州的时事评论员 邓宇文则认为 习近平复兴史迪威后代 是在强调民间外交的重要性 但是 从中美关系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民间外交对改善两国关系 有作用的话 确实是起着一个特殊的重要性 邓宇文说 对习近平来讲 大概他认为 跟拜登见面 对两国关系的改善 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双方过去几次线上线下的会谈和交流 却让中美关系越走越坏 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领导人见面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对阻止中美关系的恶化 并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所以 不如把这样一个希望 寄托在民间 能够改善一点就是一点 但是在政府层面 基本上可能就是 不抱着改善的这样一个期待 朝供中国 养虎为患 不过 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张家敦 对美国高官朝拜式的访问中国 颇有微词 指出 会谈不是改善关系的方法 他说 美国连续派出四名拜登政府高官访问北京 但没有中方官员回访 我们对习近平传递的 或者至少他听到的是 他看到的是 美国认为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在习近平来看 美国高官的访华 就像藩属国代表 承传远赴崇洋 对大中华王朝宫廷朝贡一样 这让习近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更加大胆 更加傲慢 因此 我认为 拜登政府的政策 本是出于好意 旨在 试图避免紧张局势 但实际上 却加剧了紧张局势 张家敦说 拜登政府的政策 正在激励习近平 采取更加好战的行动 他说 习近平缺席本周的亚洲 东盟 会议 也不去新德里参加G20峰会 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在11月前往旧金山 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 他认为 习近平觉得 不应该去其他国家访问 不应该离开局势 可能会很严重的国内 在习近平来看 去其他国家访问 会凸显出他的弱点 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11月的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论坛 APAC峰会 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9月4日发文称 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 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 习近平必须明白 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国家的围堵 脱钩 获取风险 获得经济发展 获得美国的资本 技术 产业链 不让美国同盟国联合在一起 跟你中国作对 那么他就必须要搞清楚 如果他不断地用意识形态外交 破坏美国的领导地位 破坏二战以来 美国为首 西方建立起来的法治体系 和国际秩序 联合俄罗斯和伊朗 搞什么多元世界 与世界发展方向逆向而动 那么 他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直接反对 西方国家一定会处处跟他为难 美中 两国关系的改善 也就无从谈起 乌克兰 俄罗斯战争最新消息 俄罗斯无人机 袭击基辅 英国 美日电讯 周日凌晨 俄罗斯向基辅 发射了33架无人机 爆炸持续了两个小时 乌克兰空军表示 他们摧毁了26架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都是伊朗制造的 无人机的碎片落在城市的五个区域 造成了一些地区的损害 俄罗斯对这些袭击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这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来说是极具腐蚀性的 迈克尔 中将向美国对中国干预进行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自己成为目标的情况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国会议员迈克尔 中将在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 就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行动作证 中两次因支持谴责中国人权侵犯的动议 而成为中国的目标 中希望以加拿大人的身份作证 而不是作为保守党议员 他希望强调国际合作在对抗北京干预西方民主国家的努力中的重要性 以及对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凝聚力的风险 中还希望讨论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大学受到的恐吓 和对香港活动人士的打压 印度在G20峰会上在分裂的世界大国之间达成妥协 这是莫迪的外交胜利 美联社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因成功促使G20国家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而受到赞扬 尽管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上存在分歧 该声明相对去年更为温和 没有直接谴责俄罗斯 但所有国家都同意了 这一成功被视为莫迪在寻求增加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时取得的成就 也是西方和非西方大国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一个例子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军队在美国领导的战斗演习中部署战斗坦克 引发了中国的关注 美联社 美国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日本 新加坡 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参加加鲁达之盾年度军演 这些军演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进行 包括实弹演习 这些军演是在中国在该地区加大侵略行动之际举行的 美国一直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 以安抚那些对北京再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行动感到担忧的盟友 英国首相苏纳克对中国李克强干涉英国民主表示担忧 路透社 英国首相Rishi Sunak在印度G20峰会上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 对中国可能干涉英国议会民主表示担忧 此前有报道称 两名涉嫌中国间谍被捕 其中一人据称是英国议会的研究员 Sunak表示 他向李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并强调任何对议会民主的干涉都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Sunak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一直试图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同时在人权等领域批评中国 中国在会议上的声明没有提及间谍指控 但欢迎两国之间的增加合作 印度将G20主席国职位移交给巴西 路透社 印度在年度峰会闭幕式上 正式将G20主席国职位移交给巴西 印度自2021年12月1日起担任主席国 并将继续担任该职位直至2022年11月30日 在峰会期间 该集团就粮食和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和全球债务脆弱性等问题 通过了一份共识声明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提议在11月底举行一次虚拟峰会 以评估成员国提出的建议和提案的进展情况 在西敏寺被逮捕后 Rishi Sunak向李总理发起挑战 未报 英国首相拉西苏纳克 Rishi Sunak对中国总理李强李 Chang 提出了对中国干预英国议会的指控 表示关切 此举是在一名议会研究员和另一名男子 被捕后进行的 据称他们为北京方面从事间谍活动 苏纳克和李原本并未计划在德里的G20峰会上会面 李告诉苏纳克 各国应妥善处理分歧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英国首相此前拒绝将中国视为对英国的威胁 并未排除邀请中国参加他今年晚些时候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 拜登总统结束对G20的访问 前往越南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在印度新德里的圣地甘地纪念馆 与世界领导人会面后 前往越南河内 在甘地纪念馆 拜登和其他20国际团领导人脱下鞋子 向印度独立领袖献上花圈以示敬意 随后 拜登抵达越南进行为期24小时的访问 他计划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阮富重会面 并举行晚间新闻发布会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宣布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深每月之间的外交联系 拜登与阮富重有着长期的历史交往 这一伙伴关系被视为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然而 人权组织批评此举 呼吁拜登政府 在升级外交关系之前 要求越南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 拜登对越南的访问 是他担任总统后的首次访问 也是美国寻求在亚太地区 加强盟友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举措之一 苏纳克亲自向中国总理 提出间谍入侵议会问题 英国独立报 英国首相拉西苏纳克对中国干预该国议会民主 表示重大关切 苏纳克在印度G20峰会期间 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些关切是由最近一名 涉嫌为中国间谍的议会研究员被逮捕引起的 该研究员与几位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 这名个人于3月13日与另一名男子一起被逮捕 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 伦敦警察厅的反恐指挥部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 史密斯爵士警告称 中国正试图破坏批评者并收集信息 印度在G20峰会上的胜利表明 美国正在学习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印度与美国和欧洲在最近的G20峰会上 有效地对抗了中国 其他G20成员国赞扬了印度在联合公报上 达成协议的成功 这在峰会前几天还存在疑虑 峰会的结果让乌克兰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在战争措辞上的妥协 比之前在巴黎岛峰会上的结果要弱 然而 这个结果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获得了一次胜利 增强了印度作为一个能够削弱中国全球影响力的 崛起大国的地位 美国总统乔拜登称赞 印度政府是孤立中国和俄罗斯的最佳希望 美国和印度还宣布与欧盟 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达成协议 共同开发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和海上网络 美国还否认这个协议是为了对抗中国 在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